来 咱就好这一口 好 我们一进到底看看它究竟 哦不OK 来 走你 大家好 我是爱探宅的汉拿瑞 如果经常看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我们每次都去业主家 都会给他们送一个神秘大礼 那其中呢 更是不乏洗地机 而且 作为一个热爱劳动的人 每一次我都会主动要求给业主打扫卫生 可以说啊 各大品牌的清洁机器 以及不同户型的清洁死角 我都体验过了 所以有两点我特别的看重 一个是使用体验要尽可能的好 另外一个就是要尽可能的照顾到 不同的卫生死角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款 Surprise Me的产品 它既能够让业主开心的同时 我也能获得一次愉快的清洁体验 不过没想到这天它还真就来了 就是它 云金智能洗地机 S1 那今天我们探测来的地方呢 是位于罗湖的晋山府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网红楼盘啊 这道房子呢 刚刚装修好 满地都是灰尘 然后也拐弯抹角的 急需打扫 所以我还带了干粮和酱料 准备跟这道房子大战个300回合 到底谁胜谁负呢 我们走着瞧 这道房子是三房两卫两厅 一个非常典型的三口支架 家具氛围感拉满 客厅呢是木制地板 而厨房和厕所等区域呢 自然就是瓷砖铺地了 话不多说 让我们立刻开始体验一下 这部机器的威力吧 准备开锡 在客厅的清扫过程中呢 有两点跟以往体验过的产品区别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 它最直观的便捷度和灵敏度 那重量4.4千克的自带驱动力 而且清水箱的位置呢很独特 设计在底部 重心下移 手持的感知力再也就变低了 男女老少都能够轻松驾驭 而且我发现它在转向非常灵活 就像有灵魂一样 比如说像这样 来镜头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它有多灵活 你看就是这种机脚嘎拉 我们可以强行拐进去吸 轻轻一拐就能够飘移过弯 它的操作杆是做了铰链的设计 灵活度拉满 贴边能力也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更重要的是 这是我目前体验过 唯一一款可以180度躺下的洗地机 这点呢在吸尘器上是见怪不怪 但是在洗地机上还是头回看见 这可太重要了 不管是茶几还是电视柜下 平时难以清理的死角 只要低矮区域有15厘米 它就绝对能够触达 另一个惊喜点呢 就是洗地机的S1的吸入功率达到76AW 很多人对这个单位啊 可能感到比较陌生 那以往洗地机的宣传呢 主要采用的是PAL 不过吸力越高 并不意味着清洁能力越强 因为抽取污渍的能力 看的是吸力以及空气流量的综合评判标准 所以呢根据屏幕上的这个公式啊 你们可以看到 吸入的功率比同类产品还要高到12% 胡同灰尘肯定是毫无压力的啦 所以 哎呦我的妈呀 这也太简单了 上难度 给它上点料 来我们撒到地上 像这么大的这种颗粒啊 我看看它究竟会怎么样 继续加码 我还尝试了把光出梅西甲全世界的贴纸 直接贴在地上试一试 这玩意儿粘力是真不小 一般普通吸尘器是吸不掉的 所以我们拿云巾试试看吧 我来回拖了三次 那等到地板彻底湿润之后呢 第三次可算是吸出来了 这里呢就要说云巾特有的对地增压技术 机器通过地面施压的17N的压力 就类似于我们蹲在地上用抹布用力的擦地一样 配合每分钟550转的滚刷 使得它具备了应对富有粘性的脏污的刮除能力 不过说这套房子的屋主呢是一家三口 刚刚有了baby啊 那以后搬进来呢 小baby一定到处乱爬 那么地板的雏君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云巾S1呢 它可以将自来水制成电解水 甚至还可以加上自带的除菌液 那在洗涤的过程中呢 易菌率高达99% 开机就有不需要等待 客厅打扫完毕 大家看看是不是节亮如新了呢 不过目前清扫都是干垃圾 而对于洗涤机来说 能处理湿垃圾 才是大家购买它的核心需求 所以我们一部厨房继续测试 又到了久违的这种弄酱料的环节了 好激动啊 那我这次准备了生抽 还有一些番茄酱 微醺的小酒 我们就模拟一下厨房重油重污的环境 看看它究竟能不能搞得定 来 咱就好这个 倒酒 我们把它封干 要知道封干之后 它会更加难以清扫 面对这种重大的顽固污渍 自然不能使用普通模式啦 我们长按摩世键 进入MAX强化状态 好 我们一镜到底 看看它究竟 哦不OK 来 走你 我去好像是真的可以啊 我都以为要翻车了 但是没想到真的能清理掉 而且地面比清理之前还要更加的节亮 我们再用慢镜头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机器会通过32度横压护水均匀的喷湿滚刷 对地面进行湿润 以便更好的清洁风干之后的污渍 紧接着它会以MAX强化状态 提升风气功率 疯狂洗刷地板 而且洗地的同时 后方的吸污口也在实时的刮洗滚刷 让每一次的回滚 都带上上一轮的脏污以及毛发残余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吸入功率和对地压力的优势 最终它可以把人见人恨的干枯污渍清理的干干净净 你们觉得它的清洗能力怎么样呢 公屏上打一波分吧 既然清洁这么给力 那接下来的问题来了 这么多污渍都给清掉了 待会儿清理这个脏水盒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很恶心呢 好在云记S1它对人类这个生物是比较友好的 它的污水箱做了干湿分离的设计 它有清水箱污水箱和固体垃圾盒 分别是790毫升 670毫升和150毫升 续航高达50分钟 清洁全无中途不用再加水 也不需要担心掉电快 另外这种固液分离的设计呢 能够避免干湿垃圾混合发臭 也不需要自己上手掏垃圾 那为了眼睛考虑 我在这里就打个码 倒倒看 一点都没沾湿 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 舒适 OK 那我们最后再看看它的自清洁能力怎么样 那云晶作为清洁行业的顶流 它的自清洁自然是让我非常放心的了 首先它会先制被除菌液 再浸泡滚刷除菌 再对滚刷进行高速刮洗 注意这里重点来了 它会有个跟其他产品不一样的地方 它会在第一次清洗快结束的时候 自动评估一次清洁效果 并且根据清洁的程度和水箱水量的智能调节次数 更加省水省时 打个比方说 如果是重油重污的清洁 在没有人工介入的情况下 它多半会自动判断 再清洁一次 以确保达到最好的效果 同时采用离心甩干 再加热风烘干的模式 从滚刷再到管道再到滤网 全部都能够清洗到位 整个烘干过程30分钟 确保不自身细菌和异味 而且清洁期间的声音 你们也听听看 也是比较小的 比起市面上其他洗地机 动挪一个小时的烘干起步 还伴随着噪音可能会打扰到宝宝睡眠 云精S1的自清洁 可以说是用贴心来形容了 真的很懂用户 好的 说了这么多功能 我们最后再好好复盘一下它的颜值 云精智能洗地机S1的外观 其实还是蛮时尚的 简约 而且采用了银白和亮色的撞色方案 就给人一种很high tech大气的感觉 而且它有着很纤细的造型设计 更加强化了它轻便的优势 最让我感到惊喜的就是它的基座 真的是我目前看下来最小的一个 你看就只有这么小 而且它的功能也完全都还在 我们摆上去看看 大家最后给它的外观也打一波分吧 好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就是我的云精智能洗地机S1的体验视频了 大家有没有被惊艳到呢 我个人感觉 现在的洗地机真的是计划的太快了 从最早的卷功能再到卷性能再到卷颜值 现在要开始卷轻便 主打的就是一个全面省心 云精作为行业龙头 我几乎在大部分豪宅都见过它的影子 我也问过很多业主为什么要选择它 他们给我的答复是 品牌够小 机器够稳定 售后够给力 那这三点就足以决定 云精在业内的龙头优势了 好的 如果喜欢这期我介绍的机器的话 记得去评论区搓链接 行动起来 我是爱他家的汉拿瑞 请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